欢迎继续收听《豆魄苍穹》第1055回 药老刚哭的手掌颤颤巍巍地接过硝烟帝国的玉瓶 他没有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望着面前老人突然间显得有些萧索 我已经越发苍老的脸庞消炎的鼻头一酸 他一扶一袍 双膝跪地 重重地磕了两个头 沉声道 老师与我有教会培育之恩 是我师 如我父 老师以往所受之屈辱和痛苦 弟子日后 必将如数讨欢 进到萧炎这突然间的举动药老一愣 旋即他连忙上去扶 然而不待他把萧炎扶起 那彩琳也是抱着萧小 在萧炎的身旁默默地跪下 如今的他是萧炎的妻子 萧炎视药老如父 他自然也是如此 不管他性格是如何的冷艳倔强 但此刻却明白一切 那都得听男人的 哎呀你这小子 你看你 要老无奈地摇了摇头 不过双眼倒泛起了些许湿润 面旁上的萧瑟也淡化了许多 现在他也是明白 天 未绝他 老天让他瞎了一次眼 却没有瞎第二次 为了这个弟子 他这条老命都可以不要 师公 小萧萧睁着漆黑如宝石般的大眼睛 看着药老 脆生生的嗓音 让着在场的人脸旁都泛起一抹笑意 哎呦 好啊好啊 萧萧乖 药老脸旁忍不住乐开了花 他连忙把萧萧从彩琳的怀里抱过 然后看着萧嫣二人笑道 快起来吧 我这老骨头一时半会儿啊 死不了 只是胡乱想想 你二人也不小了 难道还怕我想不开自尽呢 文言 萧嫣也是一笑从地上站起 然后把彩琳也扶起 手握着玉盒 偏头望着身后 那掩藏在山体之中的巨石密室说 老师 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该进去了 说完 他转过头来 这次闭关 不知道究竟要多久 但想必不会太短 这些时间 你们都听老师的吩咐 嗯 彩琳小医仙等人都点了点头 老师 保重 萧嫣深吸了一口气 对着要老重重的一抱拳 他不拖泥带水 直接转身 抱着玉盒在众人目光注视中 缓缓走进后世的石门 哄 伴随着萧嫣走近 那巨大的石门缓缓地垂落而下 重重地砸落到地面 溅起一片灰尘 望着那巨大的石门 所有人都沉默了下来 他们有着预感 此次萧嫣闭关的时间 恐怕不会太短 走吧 接下来 我们就等待着他 顺利突破半生 哎 走了萧萧 要老一挥手抱着娇笑 缓缓离去 其后 彩琳等人也一步三回头地 跟了上去 然而谁都未想到 萧嫣这所谓不短的时间 却足足是两年 两年呢 那并非是个短暂的时间 然而谁都未料到萧嫣这次闭关 一闭 就是这半年头 按照药老等人预料 萧嫣有着菩提心 以及菩提丹的相助 突破到半生 应该不算困难 虽说那炼化菩提心 可立地成圣的传言呢 有点夸大 毕竟任何庞大精纯的能量 总归是要人去吸收的呀 不过呢 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 菩提心的强悍之处 即便并非是所谓的立地成圣 但以萧嫣已达到九转斗尊巅峰的地步 顶了天了 也只是需要不到一年 就能顺利地破关的 但是呢 现实与众人预料的却并不相符 时间在众人的等待中 缓缓地流逝 春去秋来 萧嫣所闭关之前的巨石大门 都被葱郁的野草覆盖了 石门之上布满了青色的苔藓 此处在这一年中已成了星云阁的禁地 平常除了少数的人外啊 即便是阁中一些克青长老 都是禁止入内的 当一年的时间过去之后 众人只能按耐下心中的些许的交道 这种事你着急也没用了 不过好在让众人宽心的是 要老还能透过那数百丈的山体 感应到那山体深处一道隐秽的气息 这道气息气弱油资 但却并不虚弱 反而是像进入了一种蜕变的状态 而在萧炎闭关这些时间里啊 哎 中周呢 也算是颇为的动荡 可是魂殿呢 还挺争气 哎 他的报复并没有来得那么早 所以星云阁呢 也抓紧了时间 在要老和封尊者的掌握下 越发的壮大 不少强者都是慕名而来 特别是当星云阁中传出了要老能够炼制菩提丹的这个消息啊 一些极为低调的斗尊巅峰强者都忍耐不住 最后暗中成了星云阁的客厅长老了 菩提丹对他们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足以让他们出卖一些时间的自由 当然了 对于这些慕名而来的客厅长老呢 要老自然是不可能一见面 就给他们菩提丹呢 而这些强者也不蠢 同样知道世界上没那么好的事 所以平日里都想尽办法 为星云阁做一些贡献 以期啥时候呢 能取得要老的信任得到一枚菩提丹 进而突破到那梦寐以求的地步 而在这种良性循环之下 星云阁的实力无疑突飞猛涨 已经隐隐成为了中州上一方丝毫不弱于天明宗 这种传承颇久的老牌势力的强横存在了 不过 面对着星云阁的势力以及声望的暴涨 那与星云阁以及萧炎都有着一些恩怨的天明宗啊 哎 倒是有些坐不住了 这天明宗形势本就霸道 四处扩充势力 以往呢 星云阁势力范围并不大 两者倒没什么冲突 但伴随着星云阁势力范围越来越广 最终也是逐渐的与天明宗势力范围相交结 这样一来呢 难免就爆发些冲突 一个老牌势力 一个新型势力 两者对碰倒是相当之激烈 双方经过一段时间的交锋 倒是各有胜负吧 谁也奈何不得谁 不过这种局面并未持续多久 就被宣告打破了 怎么了呢 因为天明宗突然宣布和冰河谷 风雷阁 以及其他一些中州 有点名气的宗派结盟 并对外号称是 明河盟 被名气了吧 你看 这种结盟呢 那无疑让天明宗生时大涨啊 多方强者汇聚 倒是打开了星云阁一个措手不及 势力范围呢 也是收缩的不小 不过对于这种局面 药老等人倒没有慌乱 星云阁发展得太快了 十里范围虽然广阔 但毕竟有些虚幅不稳 此次经历这番大战 倒也正好整顿 一个全身虚肿的大胖子 并不是药老需要的 他们需要的 是一个能够首尾兼顾 遇敌时能够一击毙命的军干之人 因此 面对着星云阁势力范围的缩水 药老等人并没有组织大反攻 而是一直退避 而伴随着星云阁的退避 防线的收缩 导致那些城市的防御力量啊 越来越强 再加上不少星云阁的客厅长老出手 在这些城市中间构建空间重动 那么直接把这些重要的城市都链接在一起了 这样一来 任何一方有难都能迅速支援 这倒是令得星云阁的势力范围啊 固若金汤 而明和盟的一些进攻呢 也再难以取得什么显著的成效了 反而是这种冲杀中损失不小 这种僵持持续了几个月 明和盟不得不放弃继续的攻战 逐渐的撤回 反正这次力威的效果已经达到了 他们也不想真正的和星云阁撕破脸皮的血拼 毕竟谁都知道 那真要打起来 鹿死谁手 那还不知道呢 而伴随着这次大战暂时的落下帷幕 星云阁的名声啊 倒是再度暴响了 能够以一己之力对抗天明宗 兵和谷这些势力所组成的联盟 这种事在中州上还相当是少见的 而对于此 明和盟也相当郁闷 你说虽说打着一块地盘了 还没多大 最后呢 还帮着人家星云阁呢 做了广告了 随着这番大战暂时安宁 中州上也平静了一段时间 然而这种平静没有持续多久 则为一则不知道从何传来的消息啊 掀起了惊讨海了 咋不是啊 这则消息的主角啊 就是远古八族之一的灵族 早在硝烟当初从天幕中出来就知道了灵族空间突然关闭的消息了 不过那时候呢 这消息只是流传在一些大势力之间 而且都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 所以消息也没有扩散 但是就在前不久 却有着强者发现呢 灵族的空间再度开启了 而当这些强者前去探测的时候却发现 如今的灵界已是空空荡荡 一个人影都没了 甚至 连灵族的那些义民啊 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望着那空间并且没有任何人气的空间 那些强者都愣了 拳击一股寒意 从脚后跟涌上脑门 这事太诡异了 灵界之中加上灵族的义民呢 少说得上百万的人啊 然而如今这么多人一下子没了 这件事传进了其余几族的耳朵里 无疑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各族都立刻派出强者前往灵界 然而 不管他们如何的探测都未曾发现半个灵族的人 那般模样就仿佛 灵族的空军紧闭的这段时间里啊 彻底的消失了 灵族 同为远古八族啊 虽说这些年有着逐渐没落的趋势吧 但毕竟人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灵族再怎么没落 那也能够寄身中轴超级势力的行列呀 如果说屠族 放眼中轴 恐怕就连古族这等势力都不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这一族的人都杀了呀 当然了 除了被屠族这一说法之外呢 还有人揣测 灵族可能举足迁到另外的一个自创空间了 哎 但这种大纤细呢 明显不可能瞒得过中州上那些巅峰强者呀 可是连他们都未曾感觉到这种动静 以灵族的实力怎么可能就悄悄的把那上百万的一民都给弄走呢 不管怎样 灵族的消失在中州上引起了轩然大多了 各方势力都在不断的猜测其中的原因 而在外界胡乱猜测的时候啊 那远古种族之中 却也是因为这件事呢 出现了巨大的分歧 这些远古种族彼此间比较了解 不过 他们并不是盟友般的存在 哎 只能说是四敌四友 毕竟这些种族各自都非常强大 也彼此进攻过对方 因此谈不上什么铁桶一块 外人因为此事而茫然 但他们却有着自己的猜测 很久以前远古八族就爆发过大战 而大战的起因就是驼舍古地域 那位最后的斗地强者一流啊 据说那里有的达到斗地的秘密 为了这个秘密 当年远古八族大大出手 最后将完整的驼舍古地域一分为八 也就是说谁要想得到驼舍古地所留 就必须凑齐八块古域 而各族都把古域看得比命都重要 自然不可能平白无故地交出来 因此有人猜测 这一次灵族消失 或许是远古种族之中 有人所为 其目的呢 就是为了得到这块 驼舍古地域 但是这个猜测被提出来之后 又引来一些质疑 灵族虽然没落了 但底蕴又在 要想神不知鬼不觉地 把他们一族尽数图灭 现在所剩六族之中 能勉强办到的 那恐怕仅仅就有两族了 那就是古族 以及魂殿 古族 明面上现今远古六族中最强的种族 对于他们所拥有的实力 没有任何人能够质疑 魂族 这要真要说起来 这个种族恐怕能算的是 远古八族中传承最为求援的种族了 在远古的时候 这个种族就存在着 这个种族速来神秘诡异 对于他们究竟有多强 恐怕就连他们其他的种族都不敢说绝对了解 虽说在以前的那些大战中 魂族并非表现得最为强势 但若是细心的人就能发现 不管怎么样 魂族就从来没闹下过下风 无胜 无败 从某个方面来说 这其实是一种相当可怕的层次 因此对于这个神秘的远古种族 即便是古族都保持着相当重的忌惮 这两个远古种族几乎代表着如今斗骑大陆上最为强悍的两个势力吧 想要在不知不觉间屠杀掉整个灵族 那除了这两个种族 恐怕别的势力就不可能办得到了 因此 这次灵族之变嫌疑最大的 无疑就是古族和魂族了呗 虽说其余的四族没有绝对的证据指出谁是凶手 但明显的 经过灵族这件事后 他们将会对魂族以及古族保持最大的警惕 如果对方真的是冲着驼舌古地狱来的话 那么一定不会收手 而拥有着其余四份古欲的他们 则会成为下一个目标 对于这种凭空而来的嫌疑 古族道显得相当郁闷 但他们也清楚事情的严重性 这种时候 任何的举动或许都会引来一些不必要的猜忌 所以他们只能保持着沉默 与此同时 那魂族也履行他们一贯的作风 不闻不顾 该干嘛干嘛 反正魂族也不需要什么盟友 其他人爱怎么想 他们都懒得打理 那到底 这事是谁干的呢 感谢各位听友朋友们一直热心的支持桑子播讲的豆婆苍穹 欢迎添加桑子的个人微信号 MAGI626 我们一同畅聊豆婆 一起体会 书中之旅 下集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订阅